这是卖枪的钱吗 枪交给谁了 我要打电话给我的律师 被拷打的眼镜男叫高丘 他是警局卧底 高丘的前一任卧底王命华 因为身份暴露 被人捅死在了街头 作为王命华的上司 光说很是恼火 现在王命华死了 他手上能用的人也只有高丘了 此时高丘来舞厅里找女友高红 两人闹了点小矛盾 高丘打算去阿虎回去 他刚一到舞厅 就看到有个眼镜男对着阿虎毛手毛脚 高丘示意女友离开 阿虎显然还在气头上 压根儿没有理会 眼镜男对阿虎说着俏皮的情话 他为了阿虎甚至愿意跟老夫离婚 高丘面色贴心地坐在眼镜男旁边 MISS 你当我什么 你想气我 也别找这种猪八戒来 眼镜男看了看 原来自己才是那个电灯泡 他冷哼一声 转头就找到了场子的老大口状 高丘知道情是不妙 待在这时空 他还是想去女友跟自己和好 阿虎反手就给了高丘一个耳光 这时 场子的老大找了过来 对方带着一堆小弟 高丘也只能认怂 他找到亲戚天使 女人 希望对方能跟自己女友解释一下 电梯门一开 光束的警察就将高丘按住了 女人离走前告诉高丘 原来是刚才阿虎的眼镜男 打电话就才来的 为的就是让他看到 阿虎跟自己在一起 高丘怒上心头 没想到 他推开警察一路冲进舞厅 抄起酒瓶 就抄眼镜男的头顶杂局 怎么 高丘被带到了光束面前 光束拉开了停尸柜 里面躺着是王命华的身体 在高丘的影响里 王命华就是街头的狐狂仔 死了也不用可怜 光束告诉高丘真相 其实王命华是自己的卧底 因为身份被识破 所以遭到了灭头 王命华促进在调查一起 珠宝抢劫案 光束怀疑 王命华的死 应该跟那起抢劫案有关 他希望高丘能够结果重担 继续调查这个案子 可高丘不愿意 他早就递上辞职信了 干这一行太危险了 高不好那天就会伸手力出 况且上次但见 他出卖了自己的朋友 这让高丘良心上 十分过意不惧 即使对方是个蛊惑仔 高丘也不希望 跟对方秉儒相见 陈哥跟我出生肉死 他替我挡了两刀 你知道吗 光束 我不想再做卧底欠人了 我求你放了我行不行 光束一口回旋 他没有同意高丘的辞职 他心底真的很厌恶卧底生活 每天晚上 高丘都能梦到死去的陈哥 那是他挥之不去的门梦 几天后 胡哥一行准备抢劫珠宝公司 在楼下逛逛许久后 几人准备动手 上了后 他们先是控制住了安保 其余的工作人员 也被捷粉们相继置住 老板发现情况不对后 立刻溜回办公室安警银 然而店员早就被胡哥切断 匪徒出进房间后 对着老板就是一顿痛厚 胡哥更狠 为了逼问出保险箱的密码 他直接向刀子插进了老板的手掌 此时胡哥注意到 门外有个老太太 他准备把老太太抓回来 对方就跑了 两名听到举报后 立刻动身准备上楼 胡哥伪装成路人 打算悄悄混过去 没想到 眼睛的老太太 直接将他给认了出来 胡哥迫于无奈 只能开枪 枪声吓散了周围的群众 也引来了警察的支援 上面的通伙还没有搜刮完毕 为了给队友争取时间 胡哥一人单挑整个警队 警察被胡哥的销手枪 打得人一样麻烦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等到同伙下来后 几人坐上车飞温逃离 光叔姗姗来迟 上司对这次事件很不满意 他特地带了个新人来进光叔 光叔告诉上司 这群劫肥很厉害 有组织 有纪律 绝不是一群 无核之众 可要养不这么觉得 他认为是光叔夸大了劫肥的实力 刘老伯你不用慌 我有办法破案 小子你管哪去的 然而上司很信任耀阳 这次派耀阳来 就是为了协助光叔破案 说是破案 其实是想全 光叔十分无奈 迫于上司给的压力 他只能咽下这口气 高秋在家里一直等着女友回来 阿红到家后 他立刻贴上去 徐雨寒问暖 说了几句服软的话后 阿红总算是解了气 今天下午 永恒珠宝公司被抢劫 警匪枪战结果一死五伤 六名匪徒全部逃脱 高秋收到了光叔的消息 他只能暂时放弃美人 转而来到光叔家里 光叔闷闷不乐 一个劲的喝酒 高秋看出他有心事 光叔别喝了 今天光叔确实被耀阳给气到了 他不服气 一定要跟耀阳比一比 光叔对着儿子的遗像 一遍又一遍的喝酒 高秋知道 这是光叔的苦肉计 他就是要让自己心软 接下这个任务 看到光叔这副模样 高秋心里也难过 他只好答应放光叔 再做最后一次 第二天 高秋开始跟以前的兄弟丧彪打听消息 丧彪是抢劫五人组里的一员 他最近急需要枪支点药 高秋假装自己欠下了高利贷 现在急需要一笔钱回本 我有这个 真打 真枪实弹 丧彪果然上钩 他带着虎哥来跟高秋会面 谈判期间 高秋装熟一副自己 很缺钱的样子 并开除了高甲 此时 药阳的两个警察 正在紧盯着这场交易 虎哥看出了不对 他提出 自己要考虑一下 高秋没有着急 他知道 自己急也没用 出门后 高秋已经察觉到 自己被跟踪了 他故意回头 虚晃一枪 之后躲在了二楼 凭借着高超的反侦查意识 他成功骗过了两名跟踪的警察 今天是王明华下葬的日子 高秋远远看着对方 气而伤心的模样 心里不是滋味 没准哪一天 他也会像王明华一样 渴死街头 办完葬礼后 光叔腾出时间 跟高秋交代任务 你给他们交易的时候 把对话录下来 将来做呈堂的证供 之后光叔将储物柜的钥匙 交给了高秋 枪他已经放在了储物柜里 高秋隐隐有些担心 他害怕那些劫匪拿到墙后 会制造客户的名案 光叔劝高秋 即使他不卖枪给对方 对方也迟早能找到下一家 与其让劫匪找上别人 倒不如自己这边主动出击 把线索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 高秋内心很矛盾 他跟阿红的感情 进展得非常顺利 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阿红打算过两天就去领争 然而高秋现在为了这个任务 不得不放弃跟阿红结婚 阿红 我想过些日子再去注册 面对阿红的质问 高秋也不敢说出实情 他只要推托自己有点事情后来 这样的理由显然无法说服阿红 他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 比两人领证还重要 高秋还想让阿红再等等 然而阿红已经等不了了 我等了你几年了 约了你去市里服你又不来 好不容易定了日子去注册 你又要改期 你说 这次结婚你做个些什么 高秋无言以对 这次任务很危险 他实在是不想让女友刚结婚 就变成寡妇 看到男友如此懦弱 阿红甩脸离开 高秋顾不上劝说 他急忙赶到橱柜 拿出了光叔准备好的手枪 交易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按照光叔的指示 高秋将录印机绑在了肚皮上 准备好一切后 他上了虎哥的车 等了很久啊 车内的两人不停地抽纸烟 他们压根就不理睬高秋 高秋隐隐感觉到 事情有些不太对 车里没人说话 整体气氛非常压抑 自从虎哥上次发现 高秋被跟了之后 他就觉得高秋有问题 虎哥一路将车开到了墓地 大半夜的 这里不可能有人 虎哥打算杀人灭口 高秋将枪交给了虎哥 他对高秋招了招手 没带 欠你六颗子弹 虎哥笑了笑 从兜里拿出了几发子弹 高秋感觉到 事情不太对 两名小弟搜查了高秋 就在对方要摸到录音机的时候 高秋突然反抗 不够了没有 他妈的混蛋 不相信我就别叫我来给你交易 虎哥一火了 他没见过 被枪指着还这么嚣张的人 高秋也是跟虎哥杠上了 他不相信虎哥敢开枪杀自己 最终 高秋的展示 赢了虎哥的赞赏 他对高秋提出 自己还多要几支枪 为了博取对方的信任 高秋答应了 虎哥警任走后 高秋随便找了家旅馆 将肚皮上的录音机取了下来 这段脚步 是真贴也是真丝 不得不佩服 法哥的经验行程 取下录音机后 高秋放了一遍 确保袋子没有受损 第二天 高秋将袋子交给着光叔 现在劫匪又多要三把枪 光叔可是头疼 他只能想办法跟上座申请 高秋不想干了 他跟光叔提出 自己只干到交枪为止 之后的事情 他就不会管了 高秋想跟女友过正常生活 他能做的已经做了 光叔答应帮他 把辞职信递上去 这时 阿虹的闺蜜打来电话 阿虹对高秋 已经是失望抽丁 他明天就要坐飞机 跟叶静男去国外 我真的要娶你 我是有诚意的 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女友气不成声 他给了高秋一个机会 明天中午 如果自己没有在 结婚冬季处 看到高秋的话 自己就立马坐飞机去国外 第二天一早 高秋就赶着去交易 他只想快一点完成交易后 跟阿虹解释一切 然而要养手下的警察 一直在跟着高秋 高秋想甩掉对方 结果却发现 对方跟橡皮糖一样 粘上了就很难甩掉了 这些人跟着自己 自己就没有办法去交易现场 被逼之下 高秋只能打电话 跟光叔求助 光叔很是头大 他知道那批人是耀阳的手下 光叔找到耀阳后 说明了一切原味 甚至连高秋是自己 现任的情报 都告诉了对方 然而耀阳却有些不美张 这个家伙开赌场 卖白粉 放高利贷 怎么会是你的现任呢 耀阳坚决不肯放过高秋 他还表示 自己一定要抓高秋 回来受审 光叔急得不行 现在马上都要交易了 耀阳还不顾全大局 他只能跟耀阳低头服软 试图化干戈为玉国 但耀阳就跟光叔干人了 他正义凛然地表示 自己是为了公事 绝不是为了保私仇 两人撕破了脸 小子 我要你掉到你的人 有老头 这儿是我的办公室 只有我可以下命令 你给我出去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高秋正在上演一场 生死大同王 现在跟着他的警察 已经不演了 他们干脆就死定着高秋 高秋耍了个心眼 他故意逃出车厢 等到两人追出车厢后 他又折返了回来 车门在对方追上前关上了 追到警察后 高秋马不停蹄地赶回去取枪 还是上司的老地方 不过这次 高秋在现场看到了一个熟人 这人就是虎哥 看到虎哥的瞬间 高秋吓了一跳 对方显然也注意到他了 不过虎哥没有声张 而是直接走了 高秋赶紧把枪械取了出来 他的内心十分忐忑 上司虎哥要杀死的情景 还历历在目 高秋还以为自己暴露 这时警察又追了过来 在那边 高秋侧龙下跳下时 恰好被虎哥看到 虎哥顺手将高秋救下 在看到高秋被那么多警察追后 他彻底相信高秋是赶紧的 虎哥带着高秋 见了自己老大周南 周南很欣赏高秋 他邀请高秋入伙 大家一起共谋大业 高秋拒绝了 他只想加紧苏安枪 跟女友阿红相会 达到前后 高秋火急火燎地赶到机场 这个时候 阿红已经不抱希望了 他正准备跟眼镜男离开 高秋不打算将阿红拦下 可现场突然冒出了十几个检查 警察们将高秋死死按住 他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阿红走了 自从高秋甩掉警察之后 这群警察就一直怀恨在心 他们问都没问 就将高秋暴打了一顿 之后警察用冷水冲洗高秋的身体 遥阳甚至还打开窗户 让冷风灌进屋内 一同折磨后 警察将高秋用手铐靠住 这才开始审论 这是卖枪的钱吗 枪交给谁了 我要打电话给我的律师 冲进房间的光束 看到这一幕之后 怒不可遏 他当场掏出枪 要将耀阳给打死 要不是旁人拦着 耀阳的戏粉就杀青了 好在上次及时赶到 喝止了这场道具 上次子将两人带到办公室问话 我让你们合作 不是让你们起内讧 到底发生什么事 耀阳率先开口 他声称 自己在正常办案 光束却偏要来搅局 光束也很委屈 他直接了当地 曝出了高秋的身份 高秋不仅是现任 而且也是一名检查 现在那群减肥已经收了枪 自己这边可以转人了 但耀阳觉得不行 买性这条罪 只能判一个人 如果对方拉一个 踢嘴羊出来 那每一切功夫都白费了 耀阳觉得 高秋可以继续卧底 等到对方再次抢劫的时候 再将那几人一网打尽 光束认为不妥 他已经答应高秋 做到交枪结束就放他走 既然再让他继续做 那不是出尔翻尔 上次考虑一会儿 觉得耀阳的办法不错 他同意让高秋继续卧底下去 直到抓住所有罪犯 光束满是失落 听到这句话 光束只能顶着头皮歇兽 他将众生的高秋送回了家 等到高秋伤养得差不多了之后 警方开始了不枉 重男带着手下 考察了珠宝店的地形 根据强袭难度 他们挑了四家珠宝店 但警方不知道的是 当天劫匪会对哪家珠宝店动手 所以他们必须做好完全的准备 光束提议呼叫飞虎队支援 这样的话 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损失 耀阳则持相反态度 他认为 纳迅减匪不需要飞虎队出手 两人的意见发生了分歧 最终上次还是决定 以防万一 让飞虎队过来支援 在准备抢劫的这段时间里 高秋经常跟虎哥混在一起 两人一起玩乐 一起泡妞 高秋从虎哥身上 重新捡回六尾 很快 所有匪徒的老大周南 就做好了一切准备 周南的心思很细 在新闻之前 他让所有人上交了通讯工具 并且不允许人外出 为的就是防止有人通通报信 最后 周南让所有的手下熟悉路线图 高秋一直想办法 给警方传消息 可他却发现 屋子里电话线被捡了 高秋集中生智 他将消息系在纸上 准备有机会就送给警察 好小不小的是 虎哥突然醒了 发现高秋不在床上后 他立刻满屋的寻找高秋 你干什么 没什么 拉肚子 此时 钱包突然就在地上 高秋刚想捡起来 却被虎哥抢了钱 好在虎哥没有过多检查 高秋成功混了过去 睡不着的两人躺在床上聊天 高秋觉得 虎哥拿到钱后 可以去做点小生意 抢劫太危险 保准下次就会没命 然而虎哥习惯了 他大字不识一个 一家三代全是贼 虎哥觉得 自己是无法摆脱这个命运了 原本他还是有过家的 可自从虎哥做了贼之后 妻子就带着儿子远离了他 两人互赐中长 高秋拿出了阿红寄来的那封信 他嘴上说着不在意女友的消息 但事实上 却将信纸随身藏着 虎哥劝高秋别放弃 最好是把女朋友给追回来 高秋似乎被说中了 他打开信纸 看起了上面的内容 阿秋 我没有去加拿大 我一个人在三番市转飞机 去了夏威夷 希望你来接我回香港 这封信让高秋感受良度 另一边 广叔发现自己叫来的守护队 统统被耀阳给赶走了 耀阳觉得 对付几个小贼 用不了这么多人手 广叔对此无可奈何 舅男买到钱后 立刻准备开始行动 高秋一直在思索 到底如何将消息给传出来 可他根本没有机会 因为这封匪徒看得很紧 匪徒进入珠宝店后 开始了常规的抢劫流程 虎哥跟高秋在外面省着 防止有意外发生 在此期间 高秋不停地找机会传消息 他本想引起警察的注意 但有担心这封匪徒受到刺激后 会突然开枪杀人 匪徒乘坐的计程车 挡住了指挥部的视线 警员立刻打电话询问 进步前面计程车在干什么 大概在等客人吧 连续盯了好几天都没有事情发生 警员们都懈怠了 此时 女店员拿珠宝的时候 不小心误出了警报 监匪们以为他是故意报警 所以直接开枪向去打死 警铃声一枪 所有警察都被惊动了 看着被打死的女店员 高秋活冒三丈 警队的支援很快赶到了现场 监匪们在撤离的时候 被打死了一名同伙 其余几人不敢迟疑 一脚流门就冲出了警察的包围圈 下车后 警方乱枪扫射 虎哥跟高秋躲进了巷子 就在两人说话间 又一名同伙被警察乱枪射死 虎哥出出去跟警察拼命 居然打死了几个警察 但他自己也中了枪 高秋见状立刻挡在了虎哥的身前 他肚子上被打了两枪 可他也打死了对面的警察 那警察之前虐待过自己 高秋一直都记得 虎哥带着重伤的高秋撤走了 几人一路逃回了窝点 这次重难损失散终 他严重怀疑 自己队伍里面有内鬼 这次我们的行动这么周密 竟然有警察包围 我们当中有内奸 说完 周南指向了高秋 之前自己这边的行动 从来没有失败过 高秋加入后 就被警察给端了 内鬼肯定是他 周南独信无疑 他就认定高秋是内奸 我看高秋他不是这种人 是啊 他是个好兄弟 他妈 周南要干掉高秋 虎哥要替高秋出头 丧彪为了保护老大 又将枪对准了虎哥 四个人就这么僵使着 一名手下的床路 打破了僵局 现在外面全都是警察 原来高秋将钱包丢在了现场 郭叔通过里面的字条 很快就锁定了几人的老窝 现在几名匪徒 就是想跑也跑不了了 一名小弟受不了压力 准备开门出去投降 周南最恨叛徒 一枪向他处决 虎哥跟高秋气氛异常 两人同时开枪 周南死在了自己人的枪下 虎哥拔开铁皮 打算带着高秋一起逃命 高秋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跟虎哥谈论了实情 虎哥没想到 自己身边最亲密的兄弟 居然是警察的卧底 这么看来 之前自己保住高秋的行为 就是纯纯的小丑 虎哥想开枪打死高秋 但他最终还是没能下去手 最后警察破门而入 将虎哥制服 等到虎哥再看时 高秋已经没了呼吸 如果耀阳不下令强攻的话 原本高秋是可以活下来的 看到高秋的尸体后 光叔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他抄起板砖 朝着耀阳的头上砸了下去 高秋胸口的信指随风飘扬 只可惜他再也等不到 啊